今天要介绍的是高速霸黄鸡 材料有鸡 葱 红葱头 蒜片和姜 鸡我先先醃好 我用了玫瑰露酒来热 如果不喜欢玫瑰露酒的味道 可以改用绍酒 盐 绍酒 沙姜粉 醃好半个小时 搅拌鸡的表面和里面 这次我没有用鸡鸡 因为鸡鸡 很硬了 所以在超级市场买了鸡鸡 现在已经预热了 鸡鸡 放入油 爆香材料 放入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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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味料 然后可以盖上盖 烤鸡鸡 这次我会烤大约15分钟 因为鸡鸡 鸡腿很容易 还有少许血水 所以我会把它烤久一点 烤热后 可以下姜片 放入鸡鸡鸡鸡 放入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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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然后炒香 炒一会儿 之後可以加蔥 為什麼最後才加蔥呢 因為蔥很容易會焦 然後加入雞 把蔥爆出來會變成金黃色 拿出來給你看 會變成金黃色 現在我會保持中火來爆 即是爆一隻雞 但如果你覺得它是火火 你可以加小一點 到這樣覺得它不夠 然後再加回 不知道雞肉是怎樣 我又可以拿上來看 看到了 其實用手來煮動 用手幫手煮好 比拿那個黃色 把它翻幾下 差點漏了雞腳 平時煮雞腳很難聞 但是有高速鍋就不怕了 可以放進去一起煮 然後現在就可以放些調味料 可以用清雞湯等 也可以 放些清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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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些清 Sometimes 放些清雞湯 Tol過avia 很漂亮 應該得到 有一些水份 可以把雞湯做熟 因為 wouldn't get lost 水份 不可 Dawn不知有守門 把雞湯煮好的 然後我用蓋子裡 蓋子裡 蓋子裡 蓋子 蓋子裡 蓋子裡 花在這裡 蓋子裡 都是紅點 對著紅點 蓋上它 我會將它加壓15分鐘 但可能有些朋友 會覺得15分鐘的時間比較長 怕雞會過火 你可以自行自己 調教 煮10分鐘 或者12分鐘 現在 等它升高 現在它出了綠線 我可以調教它最小的火 然後加壓15分鐘 15分鐘後 我會關火 將它減壓 待會再示範給你們看 現在時間關火 等它減壓 就可以開煲蓋 看看雞煮得如何 現在大概 大概7分鐘左右 它應該差不多減壓 但是穩定雞 我也是平時這樣 對 轉去排氣位 它沒有聲音 就可以開煲蓋 然後 這隻雞 其實它已經做好了 你看整隻在這裡 等下會拿它上來 拍照 一會兒散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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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